爱丽们等待了好久好久,从上次发专辑到这次真是经历了挺长的时间 不过专辑发布之前也是会一直剧透的,最开始发布了9个人的专辑图,是一个中盘的造型 后来预告视频也被剧透了出来,在油管上点击量当时第一,并且专辑还没有出来,已经预定的数量就已经过百万了,这真是太厉害了 并且成员们的专辑预告照片也是挺吉人的,不是直接就全部放出来,而是一个一个的公布成员的照片,这得多吉小迷妹们啊 像韩国那样明星和路人一样多的国家,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新的团体出来,竞争十分强,甚至那些很火的爱豆并不是很有钱 有些可能买不起首尔的房子,住在租的房子里 比如说中国的演员,有些火的片酬可能都已经可能到达了百万甚至千万的地步 但是其实在韩国很火的一些演员,比如说张根硕,金秀贤,李敏稿,他们的片酬在韩国都已经是顶级了,一级电视剧七八十万,很少有上百万的地步 更别说那些不怎么火的了,基本上比较出名的都保持在三十万左右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韩国明星来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市场是他们国人无法想象的 在韩国的市场里,有那么多的竞争者,并且总是有新人出道,去威胁前辈的地位 但是有一个组合是例外的,就是Exo,当初作为新人出道的时候,就开始非常的火,每张专辑销量都过百万 韩国人口才三千万,专辑的销量能够达到百万,那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了 最近有个很搞笑的事情,Exo参加了一个活动,唱的仍旧是去年的专辑,好多粉丝称之为噩梦啊 那么好听的歌刚出来的时候真是各种刷,各种打棒,现在被嫌弃的不行 甚至这些都已经传到了成员的耳朵里,也是很无奈的 不过粉丝是这样,作为偶像这一年来每次出席活动都已经快要唱吐了吧 肯定也是多少会不耐烦的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Exo粉丝们怎么就那么期待回归呢 难道他们都那么有钱的吗 早知道他们的专辑比起其他明星的价格可是很高的了 据小编所了解,他们已经出道六年,一起参加的综艺并不多 每个成员可能也会忙着电视剧的拍摄,有些可能再出个人专辑 比如说我们长沙小绵羊一星,最新的专辑也拿了大奖,可谓是很让人骄傲的了 在新专辑出来的前几天下午召开了招待会,每个成员都特别感谢粉丝们 不过说的也是,每个爱豆都是粉丝们捧出来的 尤其是可爱的薄贤还用中文说了很多话 他们都很想见到中国的爱丽们,一直说想你们想你们 虽然会的中文不多,但是也是很令人感动的了 每次专辑销量过百万,算算他们发布过的专辑,加一块也要过千万了 前段时间灿烈的姐姐结婚还上了微博热搜 她姐姐也是高颜值高能力的人,工作是很正式的新闻主播 近几天专辑终于要发布了,她姐姐也在新闻报道里讲了回归的事情 脸上也是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毕竟是自家弟弟和队员们的组合 经常让粉丝们热议的拍式灿烈与姐姐的长相 真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并且听说一家人颜值都特别高 看过专辑预告和剧透的都知道,这次是机车的造型,和以前的造型来说可以是一次蜕变 并且背景是土堆,虽然不太懂这个用意是什么 但是机车配黄土,有哥哥们的美貌在,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这次的歌也是非常炫酷,在流行歌曲里面加入了拉丁的风格,造型也是越来越成熟 慢慢的他们从出道到现在,也是从稚嫩的少年便未可以依靠的成熟男人了 想象一下专辑的剧透和造型,你们是不是和小编一样十分期待歌曲舞台的第一次表演呢? 在专辑发布之前,很多人说EXO人气不行了吧,肯定不如以前了 这次也是狠狠的打了黑粉的脸,不过这也正常,人红的时候总是很多人会说一些不好的话 作为他们的粉丝肯定也是十分的自豪了,他们的成就也是靠很多粉丝的努力 最后小编著EXO专辑必须大卖 也希望他们在最近的打歌舞台能有更好的表现,皮衣帅哥还是真的很令人期待的 接下来,如果所以写得很好了,可以订阅一下 请ulate个 mencion一下,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个绝对 这里,请不吝点赞,订阅 delayed,一次 从小编门的摆托盘,但不能够打造成写的 没有,就可以了吗? 他不需要该吗? 有时间,不需要哦,小编写呢,下次我们的冷写点